它的步驟真的有距離 差了一格 要比它高 要搓高的車才行 看到嗎? 要搓高的車才能蓋上去 飛不飛? 從後再算吧 今天炒車有藉口 應該不會飛的了 因為它升高了的車 你跌下來很可能還未過完 看片 剪人被跳過的片出來 來個紀錄師未準備好就開機 用了不是Y&Go做Videoblog 看看現在能否做到 好了 剪好它 這個位置叫做鬼仔健身位 這邊如果認得就是由風車的路上來 這邊就是明哥 jump line 不重要 這裡可以跳下 亦是Porture X的斜路 就在這裏上來 上到這裏就不用落對面 落對面就可以去到大風車 但去大風車就應該由這裏路上去 我現在用個Videoblog 這個形式介紹 由健身仔這裏 過來這裏 由手邊就有個缺口位 因為在網上很多人都問 如何上到明哥的距離 就從這裏上去 真是壞 為何人這麼壞 這裏上去就是 但應該是推車的 一會我會再拍一拍上去那條路 但是 你還要認住這個位 這個就是 我們俗稱叫鬼仔舉鐵 叫鬼仔健身位 越來越熱 所以我上去都是拍兩拍 我就要下山了 今天夠皮了 剛才這隻腳都緊緊剛剛夠 不過這裏很舒服 剛才有陣風 救命 現在又停了 真的要搏 用Videoblog 這部機 未開機之前 要設定了 用不用Videoblog 所以 我試飲的東西 只會close up 來個紀錄 從鬼仔健身的路 上來就是這樣的狀態 穿過了 剛才看到這條雪巾 接著來到這裏 看到路口 靠右 當然左邊都上去的 但靠右是直接去到 而且是踩到幾步 來到這裏 就可以踩幾步過去 看著這張椅子 希望將來它還在這張椅子 現在已經看到了 就是那個 有個禪棚那裏 太陽遮擋 踩過去 踩到幾多就幾多 今天就夠了 唉 我的城市是豆沙包 來的 而且是老抽 踩得太少了 是超過一個月 沒有碰過單車 在挪威也沒有踩過 挪威下了二十幾日雨 這個N年前第一代 炮彈飛針 很容易針 做得很漂亮 現在這個路 好像更順了 順到不會走錯 翼上也不難踩 就是這裏有兩個針 一左一右 只是在這裏玩針 都要玩一小時 但我今天是時間關係 又是體力關係 來吧 Yeah Step up Step up jump 厲害 這個裸掌之座 應該是 還有一個這麼漂亮的休息位 你看 Rampage 一樣 怎麼不讓我拍車 休息一下 嘩 這裏真的音位很棒 多謝明哥 休息位 在BAM衝下來 有兩個 左手有一個 jump 這裏有一個 step up 嘩 速度很夠才行 這個 step up 真的有距離 差了一格 要高過它 要搓高架車才行 看到嗎 要搓高架車才能 縫下去 有幾尺 以為都下了那棵樹 嘩 正在暫停車 厲害 拍了先 飛不飛 從後再算 今天炒過車 有藉口 不飛了 應該 因為它 升高了那輛車 你跌回來 很可能 還未過完 看片 剪人被跳過的片 出來 來個紀錄 收音又好嗎 是機背說話 因為整年沒有踩 我剛才 也有少少落腳位 都挺深的 但是它走得這麼多 應該理論上可以走到這裡 好一點 哎呀 鏡頭 因為整年沒有踩 氣壓可能有點不準確 所以今天 平常我就不帶叉崩 這支叫做叉崩 這支叫做叉崩 就不同 單車走 是胎崩 我是不是上車太累了 有 如果無人遲 不要緊 可以剪接的 那一會兒就會放少少氣 但放氣的時候 還是帶著叉崩 第一 看著錶 可以知道放了多少 第二 放多了也有足夠 所以如果要玩 調校叉 調校叉的氣壓 最好有叉崩 在旁邊才好玩 否則放多了 一條叉崩 沉了下去 沒有了 倒姿勢 不分上下 是那麼不舒服 那麼辛苦 沒有倒姿勢 就更嚴重 這樣做得好一點 現在要在山上玩這個 找個乾淨的地方 不要沉走 用叉崩 網上也有很多人教 兩格 千萬這格 要先放出來 拎了才把上格拎下去 否則就會放了很多氣 拎了下去 現在未曾壓支針 未曾壓通氣壓 現在拎這個下去 就看到針馬上走 也不是很高磅壓 放少少 待會不適合再打 這粒仔就是放氣的 沒有放太多 雖然有叉崩在手 接著把這個拎鬆上來 但每次拎鬆都會流少少氣 影響很少 所以你聽到聲音不用怕 最重要是乾淨 剛才的蓋子 已經代好了 不用怕 放下這個圈 待會落一段 再測試一下 尤其是有激落斜 最好看清楚 應該可以走到這裡 這麼高 落到激的話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最重要是蓋袋 這蓋要配搭 很糟糕 好 準備落山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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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